我們現在是處理我們在諮詢期裏面收到的意見 我想簡單講 我們其實都有幾個方面 我們盡量是希望可以爭取到這個機會凝聚共識的 其中一個就是包括是盡量可以爭取到低的入閘的門檻 還有好像我們的諮詢文件都有講 亦都是希望可以爭取到一個推薦的時候的上限 因為如果有一個上限的話 其實可以多些有志參選的人可以入閘的 這個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們希望爭取的就是 從推薦到提名的程序 除了有充分的機會給那些有志參選的人 是和提名委員會有機會交代他們的政綱之外 都希望可以無論在制度化或者其他方面 都提供一些的便接 是希望可以加強他們透過不同的媒體 向港大市民交代他們的政治的理念或者政綱 可以令到更加多 不單止是這個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和香港市民都可以認識他們的政綱 第三方面我們都希望可以理解大家有一個憂慮 就是2017年落實了普選之後 往後是不是終極的情況不能再改呢 我們明白這個擔心 但是我們以前都澄清過了 往後怎樣再可以在這方面加強市民的信心呢 我們都會考慮 所以這三個是最主要的方面 但是其他的細節和其他的可以優化的空間 我們都會盡量爭取的 剛才你說低入閘門檻 可以再加強一下怎樣低分 或者說人數上限度可以再進行 現在就有幾個不同的建議的 有100、有120、有150 上限相對就可以是200、240和300 最終是怎樣我們都要研究一下 但是這個目的呢 很清晰的 就是盡量可以令到多些人 是不同意見的可以入到閘 多些給這個市民的一個選擇 是不是因為見到近期民意的原因 所以有低入閘門檻的方案 其實不是的 若果大家有留意我們第二輪的諮詢文件 其實我們是特地有一段 都是有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諮詢文件當時已經是 Sorry 已經是寫了 我們是有些的建議 當中是有提及過 100、120和150這些的數字 那麼我們在第二輪的諮詢的期間 也都在社會各界是收到不同的意見 也都是有斑闊了剛才那些的數字 當然上限都有一些不同 上限都有提及過300或者是200 那麼所以整體來說 就因為我們要是整個制度的設計 就不可以只是看這個推薦 或者入閘、出閘 而是整個制度的設計是怎樣 所以最終我們都希望 好像剛才我這樣說 就是盡量在4月 我們整理完所有的意見之後 就是提交這個第二輪諮詢報告 以及向這個立法會 提交那個修改 《基本法附件一》 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那些條文的一個建議 好嗎?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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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